收看达乐解说 咱们来看三辆打这个叫山楂果茶的网友 这个选手应该是天津的一位顶级玩家 这个白人 三辆选的警察也非常重视对手 三辆被吊打 这个选手很可能是老阴 咱们猜一猜他是不是 他肯定是天津的 网速能看出来 好 这比赛真是来着了 发波 我是我的猜测 我都得观察一会 这个招很稳 再来晃他一下 想压一波 没敢太压直接穿 他打完就跑 生龙给的真稳 直接压个逆向 三辆白鞋跑 直接硬背 我感觉像老阴发波 两个直接带走 漂亮 天津队有这种水平的人 两个人 一个老大 一个老阴 但是老大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我感觉这些有点像老阴 好 咱们静静的观看 踩一下 刷一波 第二杯 第二杯 好 第二杯 发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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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发一个 真稳啊 这是青腿走过去以后 没个点背 直接发两个波 扮了一下 警察抢到一先手 旋律腿互相搏杀一下 这让双方起来 差不多还是 警察想过来直接背 还是直接背 没点背 发个波 推走 没敢发 踩了一下 圣龙直接怼死 1比4 这个拳手在 老阴的几率在80%以上 本视频由大乐的解说 为今日头条APP提供的 独家原创游戏视频 喜欢大乐的解说 喜欢接班的朋友们 可以点赞关注啊 继续推 因为我为什么 可以确定 这个选手不是得名呢 因为刚才 我看到这个得名 葡萄多跟这个山楂果茶打 我还很纳闷 我说怎么两个 两个饮料在打比赛 所以我认为 这个是老阴的几率 比较高一些 山楂果茶是用天津的 一个饮料 原来是 这个牌子已经没有了 现在 只是一个 直接带走 真稳 这有85%是老阴了 现在已经 有网友说是百分之百 是老阴 非常肯定 能这么吊打三量呢 基本上 在天津 而且网速 我可以判断出来 是天津的 我个人觉得是 这个老阴出现 应该是老阴 关注一下这个网友 山楂果茶 直接硬背 再再背 再摔 发个波 带走 真稳 1比5 吊打三量